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插手别人的生活 对别人的人生指指点点 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认为你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应该按照他们想的那样去过 比如你什么时候应该结婚 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什么时候应该买房 在哪里买房 房子怎么装修 什么时候生孩子 孩子应该在哪里读书等等 他们总喜欢掺和别人的事 认为别人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标准去生活 这样的人喜欢过度参与别人的私事 没有分寸感和界限感 分不清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别人的什么事都想插一手 都要掺和进去 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总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 总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思维去评判别人的人生 生活中过度热情 过度参与到别人的生活中 并不是一件好事 任何事情你可以提供意见和帮助 但不要过度参与进去 不要随意指点别人的人生 这是一种修养 一 不随意插手别人的私事 在人际交往中 对别人的私事不要过度的参与 也不要随意揣测和评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别人的婚姻怎么样 工作好不好 或者生活习惯对不对 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就算是别人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 来找你倾诉 你也只适合当一个聆听者 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 至于别人该怎么样做 那是别人的事 特别是别人的一些家长里短 感情问题 亲情问题 各种利益矛盾 以及一些很棘手的麻烦事 都不要轻易插手 因为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 无法下结论 除了给一些比较客观的建议之外 最好不要过度干涉别人的事 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还是同学同事 又或者只是一个陌生人 别人的私事大多数都与你无关 有些事剪不断利害乱 不要让自己置身其中 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况且别人未必喜欢你去管闲事 就算你有什么看不惯或者无法理解的事 也不要随意下结论 不要对别人指指点点 非要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当你觉得别人那么年轻 还没有存钱买房的时候 不要批评别人贪图安逸 可能别人比你更加努力 只是他有更多的负担 有更多的责任 有更差的条件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句话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各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所谓为之全貌不予置凭 别人的私事你无法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别人为什么过着这样的生活也有非常多的原因 你只是一个看客 你无权插手别人的私事 无权对别人的人生指指点点 二 不随意揭开别人的伤疤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而有的人不只喜欢随意评判别人 还喜欢随意嘲笑别人 在不知不觉中揭开了别人的伤疤或痛处 有些伤痛别人不想提 可是你却非要提 还要过度解读 如果别人正处在不幸的婚姻当中 本来相安无事 可你却把它当作一个笑话 随意地提起 随意地调侃 让别人失了颜面 也让别人又一次被迫面对一些痛苦的事情 如果别人因为生活所迫 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每天压力很大 工资待遇又不好 而你却嘲笑他混得不好 拿他和那些事业风生水起的人做比较 那他只会觉得压力更大 又一次戳中了他内心的痛处 有时候你的一句玩笑话 在对方的眼里是不愿面对的事实 你随意地嘲弄 在不知不觉中就伤害到了别人 我们说话做事要考虑周全 要谨言慎行 要保证自己的言语或行为 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 至少不会让别人反感 否则再好的关系也无法持久 有一种修养是不随意揭开别人的伤疤和痛处 不随意批判和指责别人 做不了感同身受 但也不要让别人雪上加霜 会替别人着想的人 才能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三 不随意插手父母与子女的事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有的父母总喜欢插手子女的事 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去管控 成为一种控制型的父母 子女的学业成绩 生活起居 交友 兴趣爱好 吃喝玩乐等等都要了解 都要管控 控制型的父母 不只是要管控孩子的童年 在长大成人的路上 也一直希望孩子 按照自己的目标和期望去成长 按照自己设定好的人生道路去走 他们眼中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一旦偏离了原定的轨道 父母就想强行把子女拉回来 子女无论有没有成人 过度地管控 只会让子女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三谷洪志的作品《有限管教》中写道 90%的家庭矛盾都源于父母的界限感缺失 而且父母过度插手 还会剥夺孩子学习成长的机会 这种没有界限感的控制 只会让子女压力倍增 在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里成长 不只会失去童真 也会失去有价值的人生 同样的 子女成年以后 也不要过度参与父母的事情 子女和父母之间总有一些代沟 父母的价值观 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方式 都与年轻一代大相径庭 父母的思想与他们那个时代有关 而做子女的要学会理解和尊重父母 父母与子女之间都要有界限感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 父母不过度管控子女的生活 子女也不过度参与父母的生活 只要互不影响 就要相互尊重 4.认清自己 别人的事和你无关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看清自己的位置 认清自己的角色 与自己无关的 自己没有权利干涉的事情 就不要去插手 美国埃莫里大学教授马克说过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 99%的事情 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我们自己的事情别人未必在意 别人的事情也大多数都与我们无关 就算你争得了别人的同意 也不要过度参与 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像闲人马大姐一样 她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她并没有坏心眼 只是过度热情 把别人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去管 结果闹了很多笑话 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甚至还影响了邻里关系 搞不清自己的角色 什么事都想插一手 结果问题没解决 还给自己惹了更多的麻烦 让别人更讨厌自己 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 要有一个边界 别人的事就让别人自己去面对和解决 你只是一个外人 你只能提供适当的帮助和建议 其他的就不要管了 五 你不是别人 没办法感同身受 别人的事再大 再麻烦 再难 你也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你的能力再强 也无法做到真正替别人解决问题 所以 能不掺和就不要掺和了 而且 你无权干涉别人的人生 就算你是好心好意 最后怎么做决定 也都是由他自己说了算 因为 这是别人的人生 你无权替别人做决定 我们只是别人生活里的配角 就不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我们没办法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到别人身上 也没办法强行要求和改变别人 遇见未知的自己中这样说过 世界上只有三件事 别人的事 我的事 还有老天的事 别人的事情我们无权去干涉 老天的事也决定不了 唯有自己的事情 自己可以去决定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关注别人的事 而是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 与其插手别人的事 不如做好自己的事 有的人自己的日子都没过明白 就想着去关心别人的事 有的人自己每天都过得不舒坦 却总想着去讨论别人的事 乌合之众里面有一句话 当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的价值时 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身边人 很多人自己的日子都没过好 自己的事情也没做好 就喜欢插手别人的事 指点别人的生活 其实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人的精力有限 我们要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的生活上 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生活过好 家庭管理好 然后多多提升自己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 都浪费在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你无权改变别人 你只能提高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